算了 我不想纠缠 相信我 去吧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你以为撕毁了罢免文件 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吗 老李员 别管他们 一个下贱货 一个看能狗 赶紧让他们滚蛋 没错 你们几个一起上 把他们给我赶走 听到没有 一起上 把他俩给我赶出去 赵凡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别担心 只要再靠近一步 当心你们生这身皮 兄弟们 别怕 赵凡就是一只秋后的蚂蚱 他们都被罢免了 以后 没人糊涂了他 不用留情面 将他们给我赶出去 唐雪瑶 识相点 自己滚 李总 我刚接到通知 您名下的所有股权都被封禁了 你说什么 不仅如此 您名下所有的产业都被封禁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 你应该骗我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来欺骗您呢 电话里说什么 王董 你和李董一样 你所有的股权和股份都被封了 你一无所有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整个江门 也就是全家能做到这一点 没事 没事 我跟全老还有一点交情 现在我打电话问问他 喂 全老 全老 用命啊 全老 我小李 全老 我名下所有的股权和产业 全个直接全没了 您帮我问我 谁在害我呀 只要有全老帮忙 这件事一定有转机 没想到吧 我真是全老 喂 全老 全老 李董 你的事儿 不是爱过能助啊 你好自为之吧 你爱全老 全老怎么说的 爱莫能助 这到底是谁呀 这谁让我一无所有啊 难道真的是他 不可能 他就是唐雪阳身边 养了一条坑门的狗 怎么可能是他 全老不能是他 一个小小的保安 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实际上是有人在暗地里啊 心疼我们家雪阳 这活 人还没来呢 我们家欠的债都给还了 不像某些人啊 还得我们雪阳一样 你这裙脚丝 怎么还在这儿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怎么还有脸 站在雪阳的身边 还不快管 逼我亲自动手是不是 不行 赵凡是我拼用的人 更是我的男朋友 我没有发话 我看谁敢跟他走 哎呀 你怎么还在这儿 护着他呀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将来的 神主大人的夫人 你以后别跟这不三不四的人 混在一起 去人是过 别再让我看见你这狗东西 爸 你放开他 赵凡你别理他 你才一宗妙不毁力装婚 辞碎我可以 但是雪阳得是我的 哎 我说 你还真是不要脸的流氓啊 这神主夫人是你这种鼠辈 能觊觎的吗 什么神主夫人 这件事我不同意 哎呀 这件事可不是你说了算啊 不是说你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就不同意 我跟你说 神主大人把咱家所有的债都还了 那相当于我们把人家的屁里都收了 你啊 现在就是泼出去的水 行也得行 不行也得行 伯母 如果神主 是个比你还大的走老头子吗 或者说残疾 或者是个变态 你也受得了啊 是谁也比你强 你算什么东西 我很好啊 身体健康吃麻麻香 收入稳定自立更胜 大大优秀的清洁减饭啊 我是啊 你还真是不要脸 你真是一个狗屁高啊 啊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不是 看我怎么收拾你 喂 宋先生 宋先生是神使 你有他电话 那当然了 我们家雪瑶已经被神主大人心中 你们俩胆敢对神主大人不敬 看在以往合作的关系的份上 我们也不想追究 只要宋先生一句话 让你们俩身受益处 你俩还不够滚 出去 宋先生 是 是 都会 这件事你自己没同意了 知道吗 这件事你没同意了 你别跟我说话 你别跟我说话 站住 刚刚那两人去查一下 快事 快 宋先生怎么走了 就是啊 他说着急上厕所 厕所 是 好好饶命 我们有钱 我们有钱 大哥 大哥 我没看您的脸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谁说我要的是钱 他 他细皮什么事 你弄 你弄他 你弄他 别别别 别找我 我有病 我有病 我要的是你的命 啊 参见神主大人 起 神主大人 您猜的没错 赵凡 我亲爱的神主大人也不过如此 我热吃小季 你就像个带宰的高羊一样被我绑在这儿了 我以为你用了什么高明的手段 不过是在我的饮料里下了药罢了 死到人头还要腿硬了 我大要看 我对你使用什么手段 你才能服务啊 你现在连你的命都掌控不了了 还要找什么呀 别拿这种眼神看着我 告诉你 收拾完你我就去找唐雪 你砍 我有什么不敢的 不光要找他 我还要干他 干死他 雷强 我不想取了这个名字 从你这个脏嘴里说 我一定会放过你 小孙大人 这就急了 你被我绑在这儿 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倒过你的血腰咯 你想好了吗 一定要和我们神武一族对立吗 神武一族 你真以为神武一族 把我像蚂蚁一样踩在脚下 我就没有办法分开你 我确实很佩碰你这种蚂蚁般的生存能力 你确定卖了我 在我眼泪里才是我 很嚣张 谁给你的胆子 或者说 谁在背后支持你 老子再跟你说一遍 没有人在背后支持我 老子想要干你 随时随地都可 好 我们换个话题 所以说 你从来都没有反省过 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老子告诉你 老子不需要反省 这辈子都不需要反省 自不量力 你说什么 啊 别行啊 现在的一切 还在你的掌控之中吗 不可能 我明明给你下了药了 你不会和她恢复这么快 像你这种愚蠢的蝼蚁 永远离间 我不准你说我愚蠢 不蠢吗 不蠢会被耍 被耍 说你蠢你还不信 我可是神主 普通人的药 当不懂 不可能 他明明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可说了 想他是谁 别瞧瞧 我就不信你还倒下入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试试 别过来 别过来 看来 你是不打算老实交代 那留着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就去死吧 来 别再把情葬了 小心刀剑不演 楼宇再强 别指负过是楼宇的霸 我和你与死仿佛 这